在這個單元中呢,我們要介紹的是說 假設今天來講,我有朋友生日 我們的好友有人生日了 那正常來講呢,他會秀在這右上角的地方 但是因為呢,你萬一假設你的Facebook已經開過 那他代表是已經幹嘛,你已經看過了 他就會消失 他就消失,臉書會自動把他消失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辦呢?很簡單哈 我們就自己幹嘛,點這個通知 然後去找 因為既然他有跟你講,那你這邊就可以找到有沒有 這個誰的生日,我們把它點一下 是哪個人,莊丘琳的生日有沒有 然後呢,我們也可以幹嘛,在這個地方幹嘛 打出來說說,譬如說我給他說 我說生日快樂,對不對 那你可以打的,然後你還可以給他個笑臉 有沒有,這個都看你個人 那這邊呢有很多圖案 你不是說只有選那個,大自然的有沒有 或是水果的有沒有 車子的,這些都是讓你選的哈 他提供的一個這個工具哈 但是不要亂表情啊,什麼點這個東西 拜託,搞不好你跟他不是很熟哈 你該等下去,糟糕了哈 所以要跟你解釋在這裡哈 這是他所有提供的一些圖案 Facebook的 那我們要跟你解釋就是說 他這種東西有沒有 只是讓你方便你用 方便你用 然後呢,打完了以後 打完以後要幹什麼 你只要按Enter 就會自動送到對方的什麼 即時動態裡面去 就是他的封面裡面去 比如我今天給他打一個他 祝生日快樂 好,當我按完Enter鍵哈 在尾巴按一個Enter鍵時 他就會打到送到他這個 莊丘琳這個人的 那上面,那我們也可以幹嘛點一下 點他的這個圖案有沒有 進到他這裡你就會看到 發現到什麼 他的貼文 然後有誰祝他生日快樂 有沒有 這樣子有沒有 所以這地方就是幹嘛 把你祝他的生日 在他的動態裡面可以顯示出來 顯示出來 那一般來講會借你哈 假說有朋友好友 萬一家有生日的話 你最好祝他生日快樂 然後咧 萬一家你不行的話 你也可以幹嘛跑來這邊 用留言來去祝他生日快樂 也可以哈 你也可以這樣 用留言的方式祝他生日快樂 這也是一種方式 一種方式